目了这个消息之后 有一个公车司机非常激紧 因为他发现 车上泪眼汪汪的男孩 跟消息里面描述的特征很吻合 因此就悄悄地报警 也成功解救了被绑架的小男孩 就是这名公车司机 靠着激紧和冷静 成功营救一名三岁小男孩 因而得到英雄的称号 美国时间五号 一名加州三岁男孩 在图书馆遭人绑架 激紧的公车司机华森 看到警方公布的消息后 发现消息中的描述 竟然和车上一名哭嗝不停的男孩 相当吻合 于是展开救援行动 就是像这样 华森先把车子停在一旁 告诉乘客有个绿色背包遗失了 借此降低绑腿的戒心 并确认男孩的衣裤颜色 随后便悄悄向警方报案 公车开到地铁站时 警方早已部署好警力 经过短暂冲突 终于将绑匪制服 顺利解救被绑架的男孩 华森靠着机智和沉着 让小男孩成功脱困 被大家称赞是名英雄 但华森却相当谦虚 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记者综合报道